牵动国内金控版图的 星光晶合并案 星光晶 台新晶 两家公司今天宣布停牌 要讨论换股比例 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 才开始进入真正的深水区 原本并来并去 都是在他们吴家手上 结果半路杀出的中信晶要来抢亲 让这一场戏高潮跌起 比口袋比速度更要比关系 比口袋 吴东亮不一定赢得过中信晶的 强势抢亲 但是他已经备妥的两套剧本了 别忘了 台新晶才刚刚找来王美花担任读董 更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说星光晶最后花落谁家 好戏才要开始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星光晶的争夺战 从今天开始进入白热化 尤其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台新晶跟星光晶暂停交易 下午的时候他们召开董事会 有这个换股比例 当然换股比例来说 市场也非常多 我传言这一股星光晶 换0.5到0.56的台新晶 不过无论如何 因为随着中信晶的加入来说话 台新晶也必须要拿出一点诚意 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因为金控跟金控之间的合并 是要主管机关的同意 主管机关的同意来说话 金管会的立场 他就说乐观其成 反正现在金管会的态度是 主张金晶合并你可以整病的 但是他说 你要兼顾到所谓的股东权益 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在传言 就是说假设你心心合并 很多人就质疑是不是加天下 但是如果让中信晶来合并 台新晶的话 外界会觉得说 是不是中信晶来干预了 这个台新晶的家务事 我就看你的价格 跟聘金的诚意 我才心甘情愿的上你的花架 要不然那个傅少爷 中信晶半路他也展现诚意的 我干嘛不嫁给他 对 没错 因为他现在是代嫁女儿生 当然大家都希望说 聘金或者嫁妆越多越好 不过我就讲 事实上这个合并案来说 我们从我们一开始跑新闻 2002年跑到现在回此 谈了20年的这个时间点 我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早2002年 当时就第一次要谈过了 谈过后来为什么呢 因为卡在当时星光晶内 突然之间就说 我要提列190几亿的 这个现金增资进来 这个吴东亮当然吓了一跳说 你好像是将我一军 因了我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时就破灭 那破灭之后就留下一句叫做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然后三顶会合这样一句话 就被想到 两个人从20年前谈谈 谈到现在 你要知道 吴东亮是在吴家兄弟里面 被认为是最有生意头脑的人 没错 他现在听说被妥的两套剧本 对 没错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就讲 今天晚上他们两家公司 同意合并之后 换股比例出来了 好 那这个接下来 要股东会的同意 在45天之内要召开 但是问题是外面 有一个中信金 中信金来 现在估重量怎么做呢 等你们换股比例出来 我就知道你用什么价格买 假设 我说假设 你用11块并购 好 那我估重量 我就出比你高一成 对 我就出12块 到底那股东你要卖给谁 那么如果股东来说 搞不好很多人就愿意 让这个中信金去公开申购 那他公开申购 搞不好他变成最大股东 那就变成卡住这个金控案 所以吴东亮会在做的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中信金喊出一个价格之后 我再往上提高 譬如说12.5这样子压过你 也就是说我同时之间 你要公开申购 我也要公开申购 这样的话我确保两个 一个是股东会同意 如果你没有买的比我多 我买了更多的话 你股东会就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等于是 他现在是背佈两套剧本 所以这样子一路喊上去的话 就把清光金的行情 给喊出来了 所以两套剧本的第二套就是 你要进行非合议收购 我也跟你如法抛制 是的 没错 不过问题是 我刚刚讲过 你除了并购比的是口袋比深 还要比的是你的关系 当然 你不要忘了 吴东亮现在跟民进党政府的关系 可是非同小可 对 应该这样说 这个任何的金融业本身 就是特许行业 你要做什么动作 都一定要金管会同意 那你说金管会 尤其是涉嫌那种金金合并的 这个过程 我们以第一次金融的 这个整并案的时候 当时阿扁 吴淑貞 他们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高层其实他的意志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也是一样 这一次的整并案里面来说话 很多人就说 金管会要头痛事 该核准哪一家 我跟他讲 目前为止金管会的立场 大概他也是边看边走 但是重点是在说 我跟他说 在现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在我们现在在讲话 在录影这个过程 或是在播出时间这个过程里面 现在 包括说像台信金的人马 或是中信金的人马 他一定在府院里面 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因为最重点是什么 你不是只有搞定股东 你要让上面的同意 所以我就要说 现在就是他们正三人卖东西 动起来的一个时间点 这现在一定是在这样的进行之中 好 那我们就讲 吴冬念有没有准备好 他当然准备好 他曾经在2006 07年 他要合并张瘾 所以他跟政府交手过 他很清楚 这里面的水很深 他当初跟并张瘾 他也失败了 他这次怎么做 他现在在520之前来说 他就找这个王美花 就出任台信金的读董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王美花当然当过 什么公平会的主委 他当过所谓的 我们经济部的部长 当然对经济非常了解 当时的台信金的说法是说 我们要很多法业 很多法务的 法业的这个部分 法人开发 可以找这个王美花 但是其实重点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的老公是顾立雄 顾立雄目前是国防部长 他在高层一定是说得上话 另外孤立雄也担任过 金管会主委 他们两个如果 激透并进来说的话 等于是为这个吴东亮 在政府里面买一个保险 所以我才说 其实吴东亮早就已经在 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准备 不过我认为 孤中亮也是有的 生病啊生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可以说明 吴东亮对于合并 去并购新光金 他早在暖身 他跟他哥哥 多久时间没碰面 潜不高水没劳 居然选在这个现场同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大台北瓦斯60周年的茶会 我们大台北瓦斯 就是吴火师 他们父亲创立了一个公司 那60周年 所以他们有个庆祝 大会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吴东靖 主动去跟吴东亮握手 他们想很难得 因为吴东靖通常之间 都是比较冷漠的那个人 那结果没想到 他们两个居然就握手了 当时他就闻到说 难道他们兄弟两个之间来说 可能要破冰的一个局面 所以后来就 两个合并的这个消息 就传出来 那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话 我就这个进行合并的这个动作 不过我必须说 如果真的以这个整个 目前为止来说话 星光金的这个态度来讲 我觉得星光金并 这个台新金 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就讲 如果用这个兄弟来说 包括说像吴东亮 或是吴东靖来讲的话 市场上都认为说 其实吴东亮的经营能力 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比较好呢 我们跟大家讲 这让吴东亮 他最早最早 为什么会卡关呢 卡在就是说 因为他要併这个所谓的 这个张银 他当时买了特别股之后 因为卡在当时没多久之后 阿扁就下台 然后马英九政府又认为说 那是过去谈的案子 我不承认 所以就卡到这个问题 卡到这个问题之后 导致了吴东亮的 他所在的 这个台新金股价 一路往下跌 那因为卡住这个张银的时候 卡到200多亿的资金 当时很多我们的金控都吸进 他也没办法吸进 所以股价一度跌到3.64 大家都到中国投资 他独憔悴 可是好不容易这几年 他慢慢调整体质之后 他现在尤其是他2023年 因为他后来又病了 这个保德性人寿之后 让人寿的公司进来了之后 让他整个业务越来越壮大 你看2023年到现在为止 一年的时间里面 市值增加了26% 也就是说他过去几年 已经把张银的包袱甩掉 然后重新再出发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吴东亮 他是一个属于 比较好的阶段 他认为他这时候在病 这个所谓新光镜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这一起并购大战 当我们通通聚焦战 这是吴家兄弟 跟钟信金孤家的一个 无辜大战 不要忘了 在上过媒体版面 风风火火的两次 吴家相关的 你说增产也好 或者是并购也好 每一次都有钟信孤家 原来背后一看不得了 这两家原来是殷亲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钟信孤家 跟这个新光的吴家 两个关系本来就非常好 上一辈的关系也非常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讲 事实上这个吴家四兄弟 因为吴火师是突然过世 他突然过世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把生前的事 做得非常好 就类似有点像是 这个张荣发过世之后 兄弟之间增产的这个状况 这其实也在 吴家兄弟也是出现的 尤其是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大部分的资产 是落在这个大哥的手上 所以吴东亮或是吴东升 或是吴东贤 他们当然多所怨言 尤其是重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吴东亮跟吴东升 当然吴东升就是他们老四 我们讲今天我们要讲 就是他们两个 为了这个新签也翻脸过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吴东升我们知道 其实他有一度是从政 他去当了立委 当了立委之后 后来讲说 我后来不想对政治没有兴趣了 我就要回到经营的 商界的领域 回到商界的领域问题是当时 你用星光 星光底面的 人寿或是说星光金控 已经属于大哥 他老三的吴东亮 他已经有了台新的金控 吴东升也有他的投信事业 吴东升没有任何事业 当时他就说 我要新签 因为新签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 我原本是吴东亮持有 由我来 就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就为了 新签的经营权就闹翻了 闹翻的时候 当时吴东亮当然不愿意 因为当时的主导权在 吴东亮的手上 这让当时 这个吴贵兰就是他妈妈 就是吴我师的老婆 他的立场是说 这个 我知道母亲都疼妖儿 他就说 你东亮 你就把这个星签 就让给了吴东升 就算了 不要这样子 他妈妈认为说 应该是这样比较好 可是吴东亮觉得说 我经营了那么久 我觉得以他的立场 他也不愿意 所以双方就这样 所以里面就说他变成是孤臣孽子 因为弟弟也对他不满 然后老妈也对他不满 对这样的状况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 吴东亮就说 好啦 那我愿意把他这个 这个新签让给你 其实他也是在他妈妈的面前 含泪就说 好啦 我就把新签让给你 所以最后其实拍板的话 是他的母亲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在中间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插曲 什么插曲呢 因为他母亲还没出来之前 吴东升想说不要动用到母亲 他动用谁 他找了李登辉 连总统都请出来赖 因为他当过台联的立委 他就找 那我请李登辉 那事实上李登辉跟吴家的关系 也蛮好的 也深谈过 后来他也去找吴东亮 那吴东亮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 这个我也不愿意 那李登辉觉得说 吴东亮这么的坚决 那我就不要再介入 这样不要太好的这个状况 另外后来找了孤连松 因为母亲就说你要让 但是当时的这个吴东亮 吴东亮的立场是说 他当然愿意让 但是重点在什么 重点是股东会的时候 我会不会让 你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就重点了 重点就是孤连松 为什么 因为孤连松当时的 他已经跟台新金 有达成协议 就说好 当这个新签要 假设要股东会的时候 我把我的委托书 他还找了委托书 大王一大堆的 这个张永祥等等 就说我帮你收委托书 到时候新签的时候 我站在你这边 所以后来还是谁 后来还是吴贵人 打一通电话 给这个孤连松 跟我说 那我们既然已经桥好了 我们家族已经桥好了 桥好就是由吴东升来的话 那你的委托书 是不是要从吴东亮 pass到吴东升这边 所以后来他就 交出来了委托书 把一般的委托书 交给吴东升之后 所以是一人一半 对 因为这样 还有母亲支持 什么支持 所以后来就 金盈犬就回到了 吴东升的手上 所以你知道说当时孤连松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在他们家族里面内斗的时候 他扮演一个算是最后一锤定一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这一次他儿子又出来了 在两个新兴病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到底是要扮演抬轿的那个角色呢 还是他最后扮演那个吃下星光镜的角色 那我们就等着看了 你回头来看这仿佛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 上过新闻版面的两次吴家兄弟 不管是争产或这一次的并购 都有吴东亮台信金的角色 也都有中信金孤家的角色 上一次兄弟戏强孤连松来当公亲 但这一次孤家再度扮演关键角色 只是孤重量这一次扮演的是烈食者 以前我们都讲说兄弟就是一家人 但是俗语说得好叫亲兄弟名算账 尤其在商场上面 没有什么家人跟不家人的 很多东西你也要对股东负责 你也要对投资者负责 所以这个事件就出现在 所谓的无家的这件事情上面 之前不是在谈说什么星光镜 跟台信金 大家是不是要合作合并中间 好像有一些难题 结果传出来讲说5月份的时候 星光镜的吴东镜就已经开始 在到处找这个金主 那希望解决什么你知道 当然你要解决新寿争资 还有星光镜跟台信金合并这些东西 有一些这个纷扰 最重要是他要希望能够引进外援 结果现在媒体说 我告诉你他当时想到人 居然是中信金的孤重量 这个时候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我就逼迫吴东亮 你赶快来迎娶我 孤重量只是他眼中的临时演员 没想到孤重量认真起来了 不是 找零演有这么简单了吗 我如果可以当主角 我为什么要当零演 这里面就回到了 事实上在商场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几个 这个所谓的前六大受险 他们的资产跟净值的一个情形 中信金如果这时候 我跟星光镜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光两个资产加起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两边一加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跑到第三名 所以我就坐视望山了 不对 因为他跟第四名的时候 他的第二名也差一点点而已 这两边一加起来的时候 他又不是坐视望山 他是叫做坐三望二 所以中信金现在变成是 我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你看这整个资产 在并进来的时候 再回来看 事实上我刚为什么说商场上面 最现实的就是我能够做大 我为什么要做老二 对于孤重量来讲 他一定也有这样一个盘算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 这个所谓的合并这个星光镜之后 它的市值这样一抄抄抄 往上走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可能有可能 在总资产合并之后超越国泰金 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金控 那你再回来看 同样是在这样一个概念里面 如果原先讲星光金跟台新金 他们双方在这个合作 或合并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在于做起来之后 他反而超过中信金 现在所有的这个市值跟资产 那对于中信金来讲 这两个一合并 对他来说一定是盲刺在背 反而变成是一个大的危险 你们两家跟我现在没办法比 你两家要合起来之后 我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 一个事情发生呢 就产生现在市场上面的传言是 本来你是希望你来做公亲 你知道吗 最后搞不好中信金 它双方变成数字了 最后这句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这个事情 对于台新金的无动量来讲 万不得由不得你 千万分之一的误判都不行 为什么 你看到其实早在几天前 这一篇大家可能miss掉了 没有注意到文化大学法学院 前院长的一篇这个文章 报纸给他刊登出来 那篇文章你不能等闲适之 背后极可能就是中信金的 攻击发起的讯号了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要先回到上一章里面去 因为事实上在星光金跟台新金 两个要谈的这个过程当中 市场上一直有个说法是 理论上要合并是不是大跟小 要两个合并 但如果变成小跟大之间的 这个问题呢 所以就回到了刚刚的 这一篇这个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提到的内容 是说金金分离跟产金分离 到底肥了谁的时候 内文其实让这个所谓的无动量 看到之后会觉得说 你现在下来是不是亦有所指 在写我们两个合作的这件事情 再加上之前你不是讲说 无动静一直在那边吹啖啖啖啖啖啖 就像无动量你的态度 或一些转环你知道吗 据说这个无动量 还打电话给台新金控的策略长 曾经当过台新金控的策略长 后来跑去中信金控的副董事长 叫吴依奎 还问他说 等一下这个文章出来我有看到 你们中信金是不是在背后 你们本来是应该要来帮忙协调 或干嘛的 怎么会变成是不是隐约有一个风向是 你中信金不甘只做配角 你可能希望在这个所谓合作案子里面 你要成为主角之一 所以这篇文章他传递的讯息很简单 你的台新金要去吞下 市值比你更大只的星光金小吃大 好 你有这个野望 OK 可是我如果是星光金的股东 我怎么肯让比较小吃的吞下去 我怎么不嫁给傅少爷 中信金更有钱 我为什么不跟他合并呢 而且你看无动量真的 人家在商场上走这么久 我跟你讲他的鼻子真的很灵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的 8月18号 8月18号他看到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说 等一下是不是中信金在后面 是不是也有些动作 没有想到 你看8月20号的时候 换什么中信金呢 他们就发布这样一个重大的讯息 他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发布重讯说 决议通过向金管会申请投资 星光金融控股股份有些故事 怎么会没有关系 相隔48小时 先是一篇新闻丢出来 这个就是估重量的攻击发起讯号 48小时之后 直接就对外公开 我要在公开市场 开始购买星光金了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 亲兄弟名算账 在三场上面又是这样 那你如果今天大家本来讲好说 我们兄弟之间大家讲一讲 有些并购或是什么的 这个价钱我们其实说好就好 但现在走到公开市场的时候 如果有人开价比较高呢 你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中信金 只要在其他条件我都不变 但我就给你加一个一层 那你星光金的董事们 他们现在开始要去思考 我如果之前本来是跟你谈好的这一块 现在有一个更高价钱的进来 你的股东其他的会不会讲说 价钱比较好 你怎么买他 这里面就会出现到说 有没有可能到最后是背信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星光金他本来其实有 他有十四席的这个董事 但是有十席是台信金的资责 这个东西那个背景就出来了 有三分之二是台信金 亲吴东亮这一派的 你没扣试 想说我有三分之二席次 问题是股东权益才是最大的 你不能行使个人一直说 不行不行 我宁可把它留在吴家 左手并右手 我也不跟中信金 股东要的是权益最大化 如果你嫁给中信金 才是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话 你这样的决定如果硬要吴吴相病 不就涉及背信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商场如战场 你能做老大谁要做老二 是 现在已经不是做老二的问题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如果把他原先的 这个新兴病的动进来之后 你今天要选择的是 如果你真的合并 你可能在市场上是当四哥 你也觉得是老四 但问题是如果你跟中信 有一个合作的空间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们这一合作起来之后 你可能会当一哥或是当二哥 那你想想看到底谁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这些董事今天答得回 所以他们最后的决定就会变成 谁敢肝冒大不会 吃上背信的官司 违背股东权益 做出不利于股东的事情 大家就等着看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 两强相争要来抢亲的情况之下 到底谁获利 其实老实讲 当你开始有竞争的时候 对于这些散股或者是这些小股东来讲 这当然是前景的开始 为什么 有人抢就代表有市场 有市场就代表我可以获利 你光看这里面的这个数字 星光金之前就办理这个138亿的 现金增资你知道吗 结果他就说因为现金增资 好 我就弄一个田钱价 八折价是8块3左右 你知道吗 42万人去抢抽 抢着要抽 有什么 你光8块3的田钱价你买到你就很贪 结果中签率只有3.37% 比大学年考 不是 电钱大学年考 还容易的你知道 就这个中签率就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我跟你讲 中签为什么42万人去抢 你知道 因为很简单 每一个人可以认购新股实战 如果你用昨天盘中最高的12.65块来算的话 你这样一算算算 报酬率是52% 52%意思是你现赚4万3千5百块 那你如果再用这个所谓的收盘价来算的时候 就算12.45好了 比较稍微 你的报酬率是50% 你今天跟我讲什么东西报酬率比这个来得好 果然是田田价 当然不是田而已 田到出资好不好 抽到的人就是当下获利者 还有一个在后面偷笑的人就是他 姜是老的那 吴东靖 你横竖大姑娘只能嫁一个 要么嫁台新金 要么嫁新光 嫁给这个中信金 不管嫁谁 他都是最大的获利者 所以市场上就开始有些传言 就是好奇 虽然你吴东靖你这边 你本来去找这个国家 你到底是希望他来做刺激 还是你本来就有别的想法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 台新金过去一直是以股价 作为他换股的参考 那以目前星光金来讲 他的股价大概是12块 那他的净值是17块左右 可是吴东靖目前手握15%的这个股权 那你想想看 当这样一合作起来之后 我手上只要握有股权 越多的 我就有话语权了 我有话语权了 对 再来就是说对我来讲 当然是更为有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可以很质疑说 你到底是骑袭还是逆袭 有接近吴东靖的人的说法 就说我跟你讲 这其实东西对我们是个好事 但问题来了 他还是有些步骤要走 比如说你董事会 你也先要交开这个 由读董共同成立的这个审计委会 来进行这些相关的会议 但问题就来了 立志当头 如果今天台新 而且中信已经不是如果 他直接发重讯就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要送金网会 就是看他在市场 买股买得快 还是这边换股换得快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真正的压力 其实笑的人 我老实讲 谁在笑我不知道 他在笑 吴东靖在笑 但问题是我相信 吴东靖现在已经在讲说 你现在笑到这样 你也想看看 我们当作是 大家说这么久 有没有可能真的因为一个 孤家跑出来之后 反而搞得 我们不要说兄弟戏强 但最少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认为大家一定又有纷争 星光经的合并案 掀起了国内金控版图的霹雳火 星光经 台新经 停牌 今天讨论最关键的换股比例 本来并来并去都是他们吴家手上 半路杀出了中信金的孤家 让这场戏 特别特别的引人瞩目 比口袋 吴东靖可能比不过孤重量 可是比关锡 那他要技高一筹 今天我们看 到底谁在这场霹雳我后面偷笑 这样是老的啦 吴东靖恐怕背后偷笑 因为这一切的一切 不管上谁的花轿 都按照他的剧本走 没错 已经大概谈了20多年的 这个星光人寿到底要嫁给谁 不论是台新经 或是现在新的人选 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了 20多年过去之后 今年恐怕会有一个 最后的这个答案会出现 那尤其是随着今天 星光经跟台新经都是停牌 然后召开广东会 双方都召开董事会 然后确定这个新兴病的 这个换股比例之后 现在整个这个星光经的 这个嫁入哪一家 已经进入这个 算是最后的这个阶段了 好 那目前为止市场传出来 就是说星星两个公司 这个星光跟台新两个整病之后 这个所谓新的经控会叫 台新星光经控 然后人寿会叫做星光人寿 就维持星光人寿这样的名字 好 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自然他们两个的整病里面来说话 有非常多的政治版图 在后面角力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这样讲 我就讲 第一个 两个星星病之后 它变成是全台湾第三大 所以估重量是不乐见这样的状况 但是估重量病叫这个星光经 会变成是第一大 所以目前为止有两个菜的 它不会乐见 就是国泰跟富邦 所以国泰跟富邦 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干扰的动作会出现 所以目前为止我才说 现在是各家经控在大展神威的时候 那尤其是目前为止来说 外界就会有一些质疑 说你们两个合并是家天下 或者说中信来说是干预这个家务事 大家讲的非常多 但是问题是他们两个同步停牌 那同步停牌的话 目前大家都认为说 跟主管机关是有默契 自新兴病了 或许应该会成为一个定许的状况 好 那我问你 现在估重量摆明了 你们今天晚上就去谈 你们换股比例 我等你们喊出来之后 我在加码 我就要在公开市场来公开收购 摆明了势在必得 那你台新兴吴东亮 你怎么来迎战 对 事实上目前为止的进度要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现在换股比例都通过 两个董事会通过之后 接下来是要股东会同意 所以要绝大多数的股东 这两家公司的股东都同意 所以你这个价格就非常关键 因为第一个 你不能够出得太高 你出得太高的话 可能台新金的股东不会愿意 因为你出太高 我以后股价一定会很惨 那我出太低 这个新光金的股东又不会愿意 所以你要出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那以这个过去一年 事实上台新金目前为止 我们无东亮跟市场派 已经在新光金一年左右时间 所以他应该很了解目前的状况 所以现在市场上面 除了无东镜之外 最了解新光金的就是无东亮 所以他出了那个价格 就会变成是一个定锚 也就是他今天假设出了价格出来之后 那我中信金估中量很简单 我就在这个价格上面我去加码 那加码程度就变成是 我能不能拿到这个重要的关键 我如果加的不够多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优势 因为我要买人家的股份 人家不愿意卖给你 我说还要手续费怎么那么麻烦 我就干脆就给这个无东亮就好了 所以我一定要提出一个 比他更好的价格 现在市场预估都是说 我可能要比你高一成多以上 所以等于是今天的价格之后 再高一成多以上 他问题是好 如果假设你多一成多以上 就像我问你 11块跟12块你要卖给谁 我当然卖给12块 卖给12块的人很多 那怎么办 那我就再提出一个 比你更高的价格就好了 我可以约莫在你那附近 你12块 我12块一毛钱 这样可不可以 我用这样的 你要收购 我也来跟你收购 这样一个收购的状况 所以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那中信金会怎么做 中信金搞不好会再加码 所以接下来搞不好会变成是一个 两个再加码的一个状况 现在市场就有人传言说 最后收购价 搞不好会在14块上下 它最后收盘 星光金最后收盘是12块4毛5 它现在如果真的在14块以上的话 那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 双方可能就要进入 所谓的拿出口袋 来并购星光金的可能性了 好 现在就看说 吴东亮台新金 口袋够不够深 比口袋还要比关西 对 没错 事实上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金控业就是特许行业 你一定要有上面的同意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吴东亮除了他这几年的经营 他本来跟绿营的关系就不错了 从以前的阿扁时代 然后后来甚至是在 这个小英的时代 或者是在这个 接下来的赖兴德时代 他跟绿营关系 本来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 再加上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吴东亮是工商协金会的理事长 常常跟政府高官见面 经济部 这个我们的金管会相关的官员 或是跟高层应该有他的沟通管道 另外他还担任什么 我们行政院的金发会的 这个金融创新的顾问 所以他等于是在我们公子里面 他还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等于是他有非常多 跟我们绿营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关系 那估重量 我们知道估重量也是 是跟估加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一派跟这个绿营好 那有一派跟蓝营好 所以他正商人败跟蓝绿通吃 那尤其是估重量他自己本身 因为红火案的关系 他跟绿营的关系走了蛮近的 那这几年的关系也都还在 那尤其是他这几年的这个 更是努力经营之后 你看他这一阵子还选上三三会的理事 他不出来则一出来就选上三三会的理事 所以可见 他们两个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要说真的 两个谁的关系比较好 我觉得伯仲之间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回到什么 你不只是要有钞票 当然你后面的这个政商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要论实力 并购的实力 我说的实力是经验 并购是何等的大工程 没错 而吴东亮被号称是金控界 最敢并购的董事长 自然吴东亮 他是创立这个台新银行的人 好了 为什么吴东亮会创立台新银行 原本他父亲无伙事还在的时候 很想要开银行 他觉得银行这么好做 我有人受弱 银行就好 可是政府当时的态度是 你有人受就不能够做银行 就后来 在我们这个前财政部长 王建轩时代 就开发新银行 就开放执照 那开放执照的时候 吴伙斯他们当然很开心 马上就叫这个吴东亮去 吴东亮你赶快拿出这个100亿 去申请成立了这个台新银行 好 那为什么要找吴东亮去 因为其实吴伙斯早就安排好了 未来你吴东亮就是我们 整个星光金控里面 从事金融业的那个人 你看他吴东亮在美国念书回来之后 除了在美国历练 也在金融业历之外 安排吴东亮到第一银行 这个华侨信托银行历练 然后还担任过华南银行的监察人 第一银行的董事 还有中华开发的董事等等 所以等于是说 让他历练非常多的金融业 所以他创立了这个台新银之后 马上就获利很好 变成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金融业的首屈抑制 后来在他的主导之下 他为什么会有台新银出现呢 是台新金控出现了 是因为台新银行跟当时的 大安银行两个整并 整并之后变成了台新金控 所以他本来就有整并的这个经验 他有12项这个并购经验 甚至后还并了这个保德性人寿等等 让他变成是慢慢的变成一方之霸 所以他堪称是什么 企业界最敢并购收购的董事长 虽然说也有收购失败的经验 不过无论如何 敢于收购或是敢出价 这也是他的这个个性之一 那我们就讲 那我们就讲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2002年 2020年 2022年 还有23年 都有传出新兴合并的这个事情吗 那这一次来说 我觉得时间不能再拖了 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吴东亮有可能会快刀斩乱 赶快决定这件事情 把它并购下来 对台新金绝对是一个 非常加分的一个状况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问就是 在新光金并购背后的无辜大战 很多人想不透 明明都讲好 他们的副职辈 无伙师创立的新光金 无论如何 是不能落入非吴家人的手上 要牢牢握住 怎么现在会变无辜大战呢 关键就在吴东镜 你没事为什么要引狼入室 很多人提出这个疑问 原来这一切 吴东镜可能会是最后的winner 对 没错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 因为在目前为止来说 吴东镜他的角色就是 新光金的大股东 他目前的股东大概约莫 股份大概有14%左右 假设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就讲 以目前为止的新光金的 这个持股比例来说话 政府比较低 然后金融机构很低 主要是在其他法人 还有个人的这个身上 还有外资 外资来说话 我觉得外资可能就是 到时候这个新光金 跟这个台新金 跟中新金去沟通之后 看他们要给谁 那其他法人来说话 这个个人来说 就价格高者得 但其实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于吴东镜手上的14% 他非常重要 你无论谁要过半的话 他绝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为什么他这次是 你看现在不是传言吗 为什么吴东镜 这个孤中量要来呢 是因为吴东镜去找他 找他就说我知道 那为什么他找这个 孤中量会非常有用吗 因为孤中量想病 可是问题是 我跟你讲 孤中量并不了解新光金 我需要了解新光金 我要出什么价格 那个时候只有吴东镜 才能给我意见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吴东镜某些程度来说 他似乎是愿意让 这个中心金来病的 那这时候就有人说 你怎么宁愿给这个外人 你也不要给 你自己的弟弟 我跟他讲 因为他14%的股份来说 站在他的立场 我卖得越高价越好 所以他认为说 我也是为了整个新光金的 所有的股东着想 我并不是 并没有不好的这个状况 尤其是我跟他说 因为吴东镜跟吴东镜 他们在过去几年 陆陆续续交手 虽然说表面上有点破冰的味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破冰的话 那你就让 你就让吴东镜把你新光金 病了就好 为什么你要去 搞这个所谓中心金 进来这一村呢 所以表现说 他虽然可能要被他病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说 用更高的价格 把我架出去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因为为什么 去年的时候 原本我们讲 新光金的人事改选 人事改选的时候 原本大家都说 这个吴东镜应该没有问题 就没想到因为改革派 包括说像有 红士奇家族 还有吴东亮家族 还有非常多过去的 新光金控的所有的大股东 都结合在改革派的身边 所以改革派去年 就扳倒了吴东镜 那扳倒了吴东镜之后 吴东镜他们的人马 当然就被扫出去 扫出去之后 吴东亮回来之后 当然他的重量目的是什么 赶快就推动 所谓的新兴合并这件事 所以等于是说 目前为止 是因为吴东亮已经掌握了 这个新光金的十字的金银犬之后 他推动这件事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明明就是 你可以让你们家里面的 新兴两家合并 为什么你要干骂这个茂名 引进这个外人 来这样的状况呢 事实上站在吴东镜的角色里面 他希望价格更高 只是没想到 原本他是希望去 抬轿的那个估重量 他看到了这个绝佳机会 我等到了一个 梦寐以求的时间点 跟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可以变成是台湾第一大金控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不做 我就去做吧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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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